大家好,今天咱们就留下叶极花 进入冬天了,在南方养护的话呢 是它这个开花旺盛期了 不过就有一位新手就试验询问的 他说这个叶极花到底是洗酸性的还是洗碱性的 后期呢,要如何给它释分呢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首先说一下第一点 它到底是洗酸的还是洗碱性的 其实叶极花对这个土壤要求呢,并不严格的 不管是酸碱,它都能够适应的生长 它对这个土壤的要求呢,并不高的 所以大家在栽种的时候呢,就放心的栽种就可以了 另外呢,开花之后啊 咱们可以给它补用一些农家肥啊 农家肥是比较好的一种花肥,养花肥 它呢,也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菊物上使用的 比如说一些鸡粪,羊粪呢 也可以给这个叶极花使用的 比如说像我这一盘 我之前我就是使用了这种风干好的纯羊粪 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而且呢,不烧根,不烧苗 对土壤不会造成一个板几的现象 输松度是比较的高的 所以使用一些农家肥肥之间的一些叶极花 适应是比较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一盘 我这一盘的表面呢,已经撒的 基本上盖满了整大盘了 只要每个月按时给它喂一点进气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月给它喂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呢,让它更新吸收了 它就能够快速的长出一些损牙 还有呢,抽出更多的花苞 开出更多的花朵了 这样呢,也可以延长花期啊 所以呢,养护业计划一定要知道 它是属于一个碱性或者是酸性的植物 还有呢,它要吃什么肥呢 一定要掌控好啊 不然的话呢,你想要它开花 开的比较大多的话是比较的难的 好了,今天9月给大家讲的这两点呢 一定要做好啊 好了,下期再见